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这一千二百二十一回 两个月后天渊城的巨大的城墙上 一名身披金色长袍的老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是啊微眯的双目却不时的有一缕缕的金芒一闪而出 在孙仁的身后处 另外呢还有十几名服侍各异的高阶修士 也同样大棒好奇的往那远处的天空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天边啊灵光一闪之下 一只接一只的非洲浮起而出 并静止的呢向城墙众人这边飞逝而来 顿时僧人背后的一杆修士 不禁呢一阵骚动了起来 竟然有些微微混乱的样子 老僧虽然根本就没有回头 但是也能够清楚的刚应到身后众人的反应 当即呢眉头一皱之下轻壳立生 虽然说声音并不大 但是呢背后的骚动一下子就平息了 这个时候远处啊几片灵光闪动 数条占舟的影子呢一下子浮现而出 心跑老僧啊一望见这些占舟 脸上呢顿时露出了一丝笑容 并马上远远的传声说道 来的可是韩磊道友吗 银僧今夜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今夜禅师的声音呢不算红亮 但是传到极远处的几条巨州上空 却还在轰隆隆的作响 声势啊甚是惊人 哼今夜大师竟然亲自出来相迎 韩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看来早些时传来的信韩 大师已经收到了 围守一条巨州前端呢 星光一闪 一个轻色的身影呢浮现而出 并迎风朗朗的传声过来 落在城墙上处同样的清晰异常 如在众人的耳边响起了一般 这个人影呢 当然就是韩丽了 那一干高阶修士闻听此言 心中为之大理呢 大有名不虚传之感 哈哈哈哈 韩兄愿意相助我们天渊城一笔之力 金僧就算出迎万里之外 这也是应该的嘛 今夜禅师哈哈大笑 韩丽听到此话微然一笑 并没有再接口 几条巨州倾客之间呢 就在几个闪动之后 到了城墙上空处 韩丽身形一动 就悠然的飘落而下 多年不见 大师倒是风采一旧啊 韩丽呢 扫了众人眼之后 目光最后落在了老僧的脸上 并一抱拳说道 哎呀哈哈哈哈 老大这把年纪了 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风采呀 倒是韩兄短短几百年的时间 再次的进阶中期境界 这实在是让我等几个老家伙 为之惭愧呀 平僧当年像道友这般大年纪的时候 可才不过刚刚进阶练习期而已呀 金月禅师 用神念确认过韩丽如今的境界之后 心中骇人之下 不禁苦笑了一声回答道 哎 大师何必自迁呢 在下没有看错的话 大师双目荧光充盈 分明是某门神通大成的征兆啊 韩丽打了个哈哈 似笑非笑的回答道 哎呀 道友慧眼如炬 贫僧最近的的确修成了某门神通 但是和道友相比却不足挂齿了 哎 好了 韩兄还是跟贫僧到长老殿 再详细的戏谈吧 至于韩兄门人子弟 啊 贫僧的自会叫人妥善的安排好的 放心 放心啊 老者摇摇头牵袭了几声 就侧身说道 好吧 那就有劳大师带路了 韩丽道也不客气 丝毫没有犹豫的点头答应了下来 于是呢 金月禅师啊 丰富身后的两名修士 带着那几名非洲啊 向着城墙继续飞行 就亲自呢 陪韩丽朝天渊城深处的另一个地方飞了过去 一个时辰过后 韩丽和金月禅师啊 就出现在了一座巨塔中的某间殿堂当中 此殿堂中啊 无论桌椅还是墙壁 全都是晶莹洁白呀 仿佛通体呢 都是用最上等的美誉 追击而成的 此地方啊 除了韩丽二人分别落座之外 还另有三名呢 合体期的修士 同样作陪 一名满头银发 但是面容娇嫩的白袍狼者 一名呢 身穿着幽黑皮袍的大汉 还有一名啊 戴着银色面具 青丝踢肩的女子 这三个人当中 显然白袍老者的修为最高 竟然是一名啊 合体中期大臣的存在 似乎只差一步呢 就可以成为了 后期修士的样子 而大汉和面具女子 则是合体初期的存在 但是二者身上的气息古怪 显然各自修炼 有什么古怪的法觉啊 杭丽坐在椅子上 虽然口中应酬着 其他人的话语 但是目光在那名银色面具女子身上 打量个不停 神情呢 竟隐隐的有些怪异的模样 怎么啊 韩兄以前 呃 见过荧光仙子吗 白袍老者见此啊 一笑问道 妾身 也心中同样有些疑问 韩兄 能够解惑一二吗 那名面具女子啊 被杭丽自从进门之后 就这一般一直打量 也有一些生气了 哈 韩帽是第一次见到仙子 但是 荧光道友 其的气息和在下昔日的一位旧时大为的相似 不知道仙子啊 出身妖族哪一族啊 杭丽目光闪动了几下 若有所思的问了几句 啊 岂息相见 看来道友的那位旧相识 也是银郎族人了 荧光道友正是银郎族两大合体修士之一啊 那名黑袍大汉 有些恍然的抢先回答道 原来如此 燕兄之言不假啊 谢深的确出身银郎族 不知道道友的旧时是哪一位 却说不定 谢深应该认识的 荧光仙子闻言呢 神色一缓 并好奇的反问了一句 哼 既然仙子真是银郎族之人呢 韩某呢 倒还真打算问上一问 不知道仙子 可知贵族的一位名叫玲珑的道友 他如今可安好吗 韩力神色一动 道一张开口呢 问出了银月的事情 以他现在的修为 自然不会再畏惧天魁狼王什么的 倒也是问的呀 坦荡异常啊 有关银月的消息 他在进阶合体之后 倒也特意的呢 刘先的打听了一些 但是 银郎一族啊 藏身之地 异常的隐秘 其族人呢 更是很少和外人接触 故而所问之人 要么呀 根本不知道 要么呢 只能提供一星半点的消息 根本没有办法得知 银月现在的具体的情况 现在碰到这么一名啊 银郎族的合体等级存在 韩力自然不会放过 下一询问 玲珑 道友的旧时是玲珑妹妹 哦 对了 听说 韩兄是一名飞升修士 莫非阁下 就是 荧光仙子一听 韩力之言顿时一惊啊 但是 口中话语 刚说出了一半的 想起了什么忌讳式的 一下子 复口不言了 望向 韩力的目光呢 更是一下子变得 奇怪异常 看来 荧光道友真认得玲珑了 韩力文言心中一喜 但是表面上仍然保持从容的表情 这玲珑妹妹啊 西年和妾身呢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又怎么会不认的呢 但是有关玲珑的事情 我虽然说知道一些 但是 却不能向韩道友多言什么 我只能告诉道友 玲珑现在一切安好 并且已经进阶练习后期了 荧光仙子 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不能多说 这世间有何事 不能名言呢 这样吧 此地不适合多说此事 过两天 我会单独拜访仙子一下 再详细的 谈谈玲珑的事情 韩力呢 目中寒光一闪 绿沉吟 嘴唇微动 传音了过去 荧光仙子 听到此话 脸上顿时闪过了 迟疑之色 但是最终呢 还是缓缓的 点了一下头 白袍老者 其他人呢 见韩力和荧光仙子 这般模样 心中 虽然有些好奇 但是这些人呢 无一不是老毛 深算之辈 接下来 非但没有一个人 再提及此事 反而是 话题一软呢 开始大都谈及 这次和摩羯 有关的事情 并且对韩力这次的出手相助 大表欢迎 韩力早在到来之前 就用万里福呢 将只能在摩羯爆发的头几年内 帮助天渊城抵御魔族攻击 以换取门下弟子可以在此受到保护的条件 告诉了这些天渊城的长老了 魔族最猛烈的攻击 也就在摩羯爆发的头几波攻击当中 故而呢 这些长老啊 自然大为乐意 回信时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故而一时之间呢 他和这几位长老交谈甚欢 并在交换了一些应对摩羯的对策之后 终于起身告辞了 望着韩力 在门口消失的背影 荧光仙子面具后的容颜呢 殷勤不定至极啊 两天之后 行里孤身一人就来到了荧光仙子的居住处 一进去就足足半天之久啊 这才脸色阴沉的走得出来 他在门口处脚步一顿 抬手看了看碧蓝至极的天空好一会儿 才一声冷笑 灯光一起 化为了一道青红啊 鸡舍离去了 行里居住的地方是天原城中 一座独立的高塔 虽然说此塔相对其他巨塔来说 面积呢 小了十倍不止 但也足够行里的一干门下居住了 而行里自己呢 就临时居住在巨塔的最顶层处 不过这并不表示 他真就在此地会长期的居住下去 短短的十几天之后 行里就招来了门下三名弟子 吩咐了几件事情 就化为了一道青红的离开了此塔 这在摩羯爆发之前啊 他可还是有一件事情必须去做的 故而他一路上的丝毫停留都没有 直接到了天原城的传送法阵处 吩咐了几声之后 就被负责传送的首位 直接传送到了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 某座巨型城市当中 行里根本没有理会 这一边的看守法阵的修饰 恭敬和吃惊的目光 直接的顿光一起飞离了这座巨型城市 并朝某个方向 丝毫不停的飞顿而走 大约两个月之后 行里啊 默然出现在了一片充满了素人煞气的山脉处 这座山脉啊 绵延足有千万里之巨 在山脉中 隐约的有大小十几个城池交错的 形成了一个巨环 并用各种堡垒啊 密密麻麻的连结在了一起 而在堡垒更外的地方呢 则一个个或明或暗的法阵遍布山脉各处 整片山脉 仿佛都成了一个超级大要塞般的东西啊 在山脉当中 一对对身穿各色假衣的卫士 更是多则上百 少则十几的巡视不停 但是以寒厉的惊人的修为 自然一落无阻的 到了山脉的最深处 并在十几座城市当中 最大的一座田呢 停了下来 他在低空处 远远的望着城墙上 一杆的巨大的番旗上 一个斗大的笼子 杭律呢 稍目隐秘 随着这些城市的情况 倒是早在天渊城的时候呢 就打听到了一些 此地正是 董家联系其他十几个市乡 共同组建的抗拒魔族的巨点群 这些世家呀 虽然说规模不一 并且呢 有些还并非真灵世家 但是势力都不算小 否则呢 也不会有自信 自立门户的 在此信心十足对抗 这一次的摩羯 当然啦 他们最大的信心 还是因为 还有龙家老祖 这位几乎堪称 人族最高战力之一的存在 但是当他们知道 这位视为依仗的靠山 会在摩羯尚未结束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的离开此地 进入魔界的时候 又会怎么样的一副表情呢 心中略带讥讽的响了一会儿 杭丽啊 突然单手一翻转 一张金黄色的符绿 就出现在了手中 一晃之下 化为了一道金光积水而出 一闪即逝 消失不见了 然后 他灯光一起 在附近的一座小山头处 落了下去 并盘膝坐在一块山石上 淡然的闭上了双目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杭丽啊 神色一动 再次的睁开了双目 之间从龙家聚城外 一团金光大摇大摆的飞射而出 一会儿的功夫呢 就到了杭丽附近的高空处 在金光闪动当中 赫然呢 有一位中年男子的身影 正是多年不见的那位 龙家老祖 此刻在居高临下 也正用面无表情的目光呢 打量着韩丽 见过龙兄 韩丽起身 从龙呢 往空中呢 一拱手 听说韩道友 近接合体中期 龙某原本以为只是谣传之言 现在一见真人 才知道竟然真的确有此事 道友修炼速度之快 恐怕不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吧 但是 这整个人族中 绝对没有几个人可以一比的呀 龙家老祖 目中放出了奇光 龙兄谬赞了 但是这次出来相见 不会只想谈论在下的修炼速度吧 听到对方的称赞之言 韩丽呢 只是淡淡的说道 当然不是 不过恐怕也无许我多问什么的 韩兄既然进阶中期境界 既然应该已经决定要参加 魔界之行了 龙家老祖啊 嘴角抽搐了一下 面露一丝诡异的说道 不错 此行呢 我的确已经决定参加了 但这并不是主要之事 而是另有一笔交易 想和龙兄坐一下啊 韩丽手臂一抱 平静异常的说 哦 什么交易啊 龙家老祖文言一愣 有些好奇 只听闻龙家可以用真龙之血 做主原料 炼制出一种叫做龙鳞丹的东西 对我等合体修饰 突破瓶颈啊 颇为有些用处 而且呢 贵家族似乎还仿制出了 传闻中的晴天聚中呢 韩丽没有直接回答什么 而是目光一闪 反问了几句 是啊 的确如此 怎么 倒又难道对这二不感兴趣吗 可惜啊 这两样东西 本老祖绝对不会拿出来和别人交易的呀 龙家老祖文言呢 就冷笑了一声说道 好 结不交易 龙兄何必将此话说得如此肯定 世间万物 无不可交易的 只是看 交易的东西能否让对方动心罢了 韩丽打了个哈哈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听道友的口气 是自问有能打动龙某的东西了 龙家老祖心中一动 但是表面仍然冷漠的样子 听完龙道友已经在后期瓶颈卡住了数万年之久了 不知对有助突破后期瓶颈的东西 道友是不是感兴趣呢 韩丽黑黑一笑的说道 同时他大有深意的望向了 龙家老祖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